站起來動一動 你剛剛不是睡10分鐘嗎? 我剛剛有睡早喔 我一直以為我醒來 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有人說 有人曾經特意在預測或在想像 如果在某個星球上 它基本上碳的元素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這個生物會用什麼來取代碳 假設有一個生物它繼續要發展 它想變成一個生物 它會用什麼來取代碳的功能 因為沒有碳 因為碳事件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它有細節 其實我就很感想 就因為說 其實這個宇宙有哪個元素 你為什麼不知道 宇宙有哪個位置元素 為什麼你會覺得 我們宇宙中有位置的元素 基本上是做任何元素的 我剛剛看到研究中 元素基本上 現在 你會再找到更後面的元素 通常是被合成出來 它不是真正的存在 它是被創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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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非常難以存在 因為它本來就不一定 不一定 我覺得時候都可能 搞不好有 還沒找到的 只是 當然有可能 這個就不用討論 因為 你是找不到 你沒怎麼好討論 對 陳昱講也是對的 這就我們 那是指正懷疑的 是有可能 但是 但是你就沒怎麼好討論 對啦 但是就我們早前所知道的 元素的分配來講的話 你要找到 再往更大的原子核 是讓不太容易 除了像黑洞裡面過去 可是黑洞基本上 你進去出不來 或者進去 你沒有辦法出不來 對 高中你這意思嗎 什麼意思 我本來就做了 為什麼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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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妳地吃 超過很奇怪 你氣超粉的嗎 I'm high I'm high I'm in 很欣賞 但是這個特別元素 基本上現在都在研究 我聽說有個同學 他們現在拆開了一家真的是 石墨西 因為石墨西他很難做 現在在前幾年而已 前幾年的石墨西 他們已經量產了 他們現在做的還蠻便宜 所以他們現在經常練習 但是他可以做很多東西 他可以做很多衣生物 他可以弄很薄的 但是基本上是一個原子等級 原子等級的大小 所以很小 好 二十四八級 第二組 趙莊看你 來 趙莊看你 巨大的分子 馬上就 不是眼球 你身體裡面有很多巨大的分子 比如說 來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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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顆 原子 碳如果形成的巨大分子 是這一節要講的重點 他只介紹一下 因為 就是因為碳這個結構 所以你可以形成巨大的分子 這個東西 這個章節 就是在講聚合物 蛤 沒錯 這個是這一節 這一節 是要講聚合物 沒錯 還說 然後 然後 聚合物呢 也就是 他就標有瑞士 如果看到前面那邊 算子就搞一個大分子 你不懂就先圈起來 聚合物 就是巨大的分子 那 既然他可以 他可以結合 就是由小分子 變成一個巨大的分子 代表他中間會有一些 連接的 那這種連接的部分 要怎麼打斷呢 他中間就會講 他可以 透過水解作用 然後可以把兩個單元體 中間的間體打掉 打斷 OK 沒了 我記得 分子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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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算聚合物 聚合物 那聚合物是什麼 那聚合物是什麼 國中化學裡面 他講說 像是 空氣 空氣 對 空氣是 聚合物 你讓兩個 你讓兩個老師對你 另眼相看了 我 我是愛物有大藥 聽聽聽聽聽 聽聽聽聽聽 不是啦 他應該講說不是吧 不是聚合物 是混合物 是混合物 化合物嗎 對 他剛才講化合物 跟混合物的差別 就是講聚合物 好 聚合物通常它特別講的是這種長鏈型的聚合物 或是大分子的聚合物 我們身體有多種大分子的聚合物 那什麼形成一個大分子啊 譬如說 為什麼碳很多 因為碳有很多 指甲 它有時間 它可以形成一個長鏈 譬如你剛剛看了 講自己碗鏈來看的話 你碳一直接 是不是就是這個長鏈 嗯 那後來有人發現喔 欸這碳事實上還可以繞成圈圈 還可以這樣繞成圈圈 好 碳 碳碳碳 碳碳接 事實上就可以做類似像奈米炭管 有聽過奈米炭管嗎 沒有 碳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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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探管之後還有人做出八個球 八個球把他做成球狀,他強度就更好 八個球是一個特定結構 那其實他就是一個碳的特殊性 那碳碳也可以從旁邊接分支 碳也接分支出去 你知道嗎?在身體裡面,這種東西非常重要 我們直接去單塔,單塔是六個碳的一個組成 一個分,這邊根本就有了 再下個單元,四旋畫路裡面就講到 就是第三組,嘘!重點 不行,二次九角度有關 二次九角度有關 好,等一下你到 所以我們因為有碳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把聚合成一大分 這整個來講就是聚合物 那我們常見的聚合物有幾種? 就是說我們,因為我們自己是生理細胞看不見 但你常見的,譬如說像殘屍就是很大的聚合物 你殘屍的取出來,你那個屍一直拉 你只要好好的拉,他會斷 嗯,我不知道沒拉過 不要殘屍啦,突然你都拉得過 對,他屍然是這個細胞 就是個分子啊 那基礎應該也很喜歡聚合物 那基礎應該也很喜歡聚合物 聚合物 可是他真的很多種分子下的分子 他聚合物 我們講分子是很多種不同元素混在一起的 但是你講基礎是單元素,不太一樣 聚合物是有優常要在非人工的中環下的分子 也不見得 人工的可以賺 像這個碳纖綠 這個是叫做聚與錫,或聚與錫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聚合物 聚合物,它有一個聚嘛 像是玻璃,它可以拉成 蛤?玻璃 玻璃不是喔 玻璃不是聚合物,玻璃是 事實上玻璃是一個很特殊的化物質 玻璃是細的一個化物 那玻璃它事實上是 也不是晶體結構 嚴格來講有人說玻璃是一個液體 只是這個液體的流動性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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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沙拉你看起來它沒有在流動 真的嗎 對,它不是一個晶體結構 它也沒辦法形成一個晶體結構 它沒辦法形成晶體結構 像一般來講,晶體結構 你從液態,就是它冷卻的動態 凝固的時候它排列很整齊 變成一個整齊結構,不定結構對不對 叫做晶體結構 但是如果你從融化的這個液態 變成固態的過程當中 它沒辦法排列成一個晶體結構 所以,嚴格來講 它就不是晶體結構 它是一個晶體結構很差 對,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晶體結構 對,晶體結構很差 對,好 但是,這是我聽到的說法 可是我很能想像 就是,它會流動 所以放一千萬年之後 它會變液體 不太清楚 可是我現在做出來的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叫做 比例床 那個,彩母 你把它捏碎都放著 兩天之後,它就變一坨 黏在一起 你剛拿到它就像是硬 固體一樣 我拿給你看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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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下去走 就差不多了 這一攤 這一攤 看起來像液體對不對 事實上 我上禮拜五,我再把它折斷而已啊 你看折斷的時候 它就像褲皮一樣被折斷了 像褲皮一樣 它就這樣折斷了有沒有 破掉了 像褲皮一樣 我現在把它捏碎了 疊在一起對不對 有啦,它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把它疊在一起之後呢 你再放兩邊 它變一攤了 喔 它變一攤水 會變一攤水 會變一攤水 我還沒把它弄出來 對 它就會又疊在一起 又混在一起 它就是一個類似 這叫做非牛頓油體 但是它就會慢慢又混 然後變成像液體一樣 聚合物我們常用的 像塑膠纖維就是聚合物 像蠶絲是聚合物 我們現在目前找到最強的物質 也就是蛋白質 最強的 那是什麼 譬如像蜘蛛絲或蠶絲 都是很強的結構 那現在目前科技大來的研究 要把蠶絲 就是這種高強度的蛋白質纖維 變成那個防腐電液 就是那個 防彈液 防彈液 因為它比較輕 所以它強度也很好 以前的防彈液 是用鋼板 一塊鋼板 很重 然後我們的防彈液 是用高密度的PE 高密度的PE PE是聚以吸 PE是超高密度的巨吸 超高密度的巨吸 巨吸 巨吸 它這個東西 以前是現在可以做那個 防彈背心 所以是軟的 不是 你要輕鬆 穿起來它比較薄一點 那這種旁邊它可以擋 它可以擋什麼樣子 就是手槍嗎 還是要是 機關槍 隨便一個 一般來講 現在所謂防彈 都只防手槍 你要防到護槍很難 防到護槍 現在只能用鋼板 目前要防到護槍 只能用鋼板 那很機是多重 那很機是多重 什麼 很機是多重 你會背一塊是多重 目前如果是這種 超高密度巨吸 做的話 大概是2公斤以下 2公斤以下 這麼近 2公斤以下算輕嗎 就是你要背了一瓶 所以你保護水 但是如果是基礎做的話 大家公斤以下 大概6公斤左右 6公斤就要背3公斤 保護水 很瘦嗎 那我背後 會不會太多 當然是 當然是 大概是很低的 好 張宗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是哪一邊的問題 洗個過來的問題 好 第三組 四群化二五 你們先講一個 第一個 四群化二有分三種 碳水化二五 直直 蛋白子 那這就是四種 四種 那我請他們 第三組講 四群 就四種 這樣子嗎 所以你再講 我講完 okok 我看 二字九節 你是要把二字九節 你是要把二字九節講完嗎 他的意思聽起來是這樣子 二字九節 二字九節 三十二一 好適合 是不是 我建議你們分一下 因為這樣子聽眾也不會太多 對對對 聽你講 大概他們一定不見了 所有人都 造衷 是 站著 站著 他要站著馬骨 他要站著馬骨 欸 你們都做完美嗎 做完美啊 做你啊 我們都是成為了 是成為了 是成為了 那我嗎 那我嗎 那我 你要做 你要做 可以換一股上 可以換一股上 快起來了 來,子龍講 快點,講什麼 講紫紫 你們要講一些,看水話我可以講嗎 有啦,他剛才問我說 你講,你講一個是 OKOK,你也講一個 應該是這樣好了 我應該跟妳姐說 那個什麼 蔡兵聽我,四大大大大大 然後下次有幾個經話 他說 台平天國 多少錢 我有幾大地方 誰叫他 實戰 他現在有計畫了我 ありü daher 4停 Doing 4停 我這非常謝謝子忒 因為他在講太平天國 子忒 我謝謝子忒提了太平天國 因為趙緊跳起來了 對於這個人感覺隱形 他 bolく affecting 他從那個有機化物裡面也是類似 所以也有4種巨大的根子 碳球化物、氈質、蛋白質、氛酸 然後第1種 碳球化物 他其實就是 dando比較剛一點 organizational的 有構成的巨大分子 然後它 它其實有 它是套的單糖、雙糖 五糖或是那個 鈣糖色的 它其實就是 生物或者那樣的 一個分子 你知道紫質是 所以你要用紫質嗎 OK啊 但是我講完了嗎 好 看起來很大 你看 你要講嗎 看起來到36頁的 上面這 好 當我們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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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把它做巨額的時候 它就變成電門 它是電門 他們是 電門就是 怎麼講 它就是 到我們在進食的時候 進食的時候 撥到 到我們在進食的時候 撥到最一片的可能性 是來 呈現出來 然後 它的 然後 植物的新聞 發起一片 就是一片 一片 好 OK 有聽從他說的嗎 沒有 我們可以找到 他的講的問題的加點 好不好 什麼 他講的問題 因為開起來 他講的 我們先講到這一段 就是 他講的部分 有一點錯誤 有幾個地方有一點錯誤 你們可以指證出來的話 我們就加點 給其他兩組一些福利 福利 福利 所以同一組有 同一組有 同一組有 應該有 同一組 趕快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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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救 解救什麼的困難 他講的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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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記得他講的 沒有很清楚 我把他講的東西 稍微整理一下 這是主席的功能 等一下講話 我們要整理一下 謝謝你們 他說 糖分成幾種 單糖 雙糖 乳糖 或者是 他講火糖 沒有講火糖 沒有講火糖 他有的話 葡萄糖這些東西 他分成 單糖 雙糖 乳糖 還有 甘糖 這是他的分類 然後呢 他講到那個 澱粉 就是從葡萄糖 煮成的一種 他也可以煮成 纖維質 也可以 纖維質也是用澱粉煮成的 OK 好 好 他講 是 濃粉 主要的 主要的 目刀糖來源是從電門來的 對 然後 乳糖算是雙糖 乳糖算是雙糖 對 然後 所以你要指正的是哪一點 好 沒有啊 他剛剛說 包含 單糖雙糖 所以他把 乳糖跟雙糖 放在口裡 這是一點點 所以這是一點點錯誤 然後這個錯誤 可以把它講完整一點嗎 對 對 濃糖是屬於 屬於 屬於 屬於雙糖 雙糖 OK 這只是一半的錯誤 安多糖的錯誤 嗯 他剛剛講 單糖 他單糖也是 多糖的其中一個 是 是 一種 所以如果我們講糖類的分類 的話 分成 單糖 雙糖 多糖 多糖 講分類要講這個 你分講分類的時候 其中的人有分 男人 女人 黑人 還有小孩 黑人跟白人 你這樣講的分類就很怪 如果講分類 不用分成男人跟女人 就不要再講其他 因為小孩有男生的女生 搞不好他的那個 中性是吧 不是男人的題目 看他的題目 因為他剛剛的 說法的標題是講糖有幾種 他說分類嘛 對 分類 就講分類 把那個分類分出來 不是分類的時候 抓裡面的東西就拿出來 變成一個類 聽到不知道 木屑乳糖跟雙糖是同一類的 這不同類 這不同類 實際上我們講雙糖裡面就分 乳糖或半乳糖 但是它裡面雙糖就分類 我糖也是什麼 我糖是單糖 OK 好 那多糖就有分好幾種 多糖分成乾糖 澱粉 還有咧 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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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著我 第三組的 不是 半乳糖 剛才講的雙糖 多糖有哪三種 這個也大 多糖有三種 纖維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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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連接 對啊 對 它連接的方式不一樣 你看喔 在第34頁的左下方一張圖 有沒有 綠色的圖 34頁的左下方一張圖 34頁的左下方一張圖 那一張圖 那一張圖呢 很清楚告訴我們說 很清楚告訴我們一個 葡萄糖 就是那個六角形的樣子 單一個葡萄糖 是單糖 對吧 三十頁 是的 好 所以你看看35頁呢 這三個結構 第一個結構 就是所謂的葡萄糖的分支結構 它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它長得像這樣子 它只是現在把碳都換成一個 六角形 把碳都換成一個 一個六角形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葡萄糖 懂的意思嗎 它變成這樣結構了 這個都乾糖 它變成一個螺旋結構的時候呢 是什麼 是澱粉 它變成這樣重複排列的結構是什麼 是纖維質 是纖維質 是結構上的差 對 結構上的差異都很大 那是結構上的差異呢 導致呢 我們只能在分解的時候 我們只能在酵素分解 我只能分解 我只能分解 乾糖 我只能分解 乾糖 我只能分解 澱粉 我只能分解補糖 雙糖類的東西 我可以分解纖維質嗎 不能啊 不能啊 不能分解纖維質 就是把電盆一排排在纖維質 你沒辦法把電盆排你排 人沒有做不到 人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只有其他雙方會把電盆排大 目前就有支部做得到這個事情 植物它本身有這樣的酵素 它會做什麼事情 它就變成纖維質 對對對 那我們吃下去 不會有辦法產生出來 對 所以植物它產生出來的 那個糖類的脂成分 有三種 一個是 單糖類的東西 一個是 澱粉類的東西 一個是 纖維質的東西 我們可以使用的是 澱粉類的東西 纖維質無法吸收 纖維質沒辦法吸收 澱粉可以吸收 對 我們不能消化它 我們也沒辦法 轉換甘糖 我們也沒辦法轉換甘糖 我們沒辦法把纖維質轉換成甘糖 我說 把甘糖轉換成我們 有多吸收的東西 甘糖本來是我們吸收 甘糖是人類做出來 是動物做出來的 甘糖是我們合成的 我們可以把葡萄糖 這種甘糖類的東西 合成是甘糖 那些吃素主義者 他們的糖類 它還有澱粉嗎 喔還有澱粉 我們吃了只有澱粉 我們先把澱粉 我們要把澱粉分解成葡萄糖 葡萄糖就拆起燃燒 才能夠燃燒 才能夠燃燒 如果沒有能量 它就不燃燒 對不對 不燃燒這個 葡萄糖是小分子 它很容易就流掉了 所以這樣的話 所以身體就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這樣的話 好吧 你剛說這個 身體就要做一件事情 把葡萄糖留下來 它怎麼把它留下來 變甘糖 它把它變成甘糖 因為甘糖變大分子 聚合在一起 它變成一個大分子 變大分子的話 就流不掉了 開個儲存在你身體裡面 它變成你身體裡面的能量 對吧 同意嗎 對 所以這個樣子 你說纖維質 是變成一排排 一排排的能量 對 可是說 在哪一面 纖維質 是變成一排排 不是 當然不是 是 葡萄糖 它每個六角形 就是葡萄糖 可是它每個六角形 它應該都有塊 就防控到每個植 對啊 它有個東西可以在一起 對啊 當然是 好 所以這樣子 你說怎麼當川 你覺得我開啟了 形式結得很大 為什麼 不知道 好 OK 所以肝糖呢 我們會把它 得把葡萄糖變成一個肝糖 然後就是一個啦 就可能變成好幾個不同的肝糖 放在你的哪裡 身體裡面 血液中 血液中 肌肉裡面 肌肉裡面 肝臟裡面嗎 肝臟裡面嗎 肝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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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糖是放在哪裡的 上面沒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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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 肌肉裡面 肝糖 肝糖可以儲存在你的細胞裡面 其實點個來 光亮一點就在細胞裡面 它沒有刻意 在血液裡面的 血液裡面也多少會有一點 對嘛 它是血糖 它是看起來是血糖的成分 但血液裡面容易隨著排出去 它變成一個肝糖 也不太容易 它是要細胞裡面的酵素去做組合 去做細胞裡面的酵素去做組合 組合跟肝糖 我們知道 酵素的功能有哪兩個 酵素的功能是什麼 分解 分解 分解就叫消化 組合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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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它是把組合 撐體的部分 因為我細胞抹破了 我要修復 我要修復 我要修復了細胞 對啦應該說修復 它就是 它就是靠我 酵素組合的功能 對不對 我想要 產生這個 叫做 譬如說 青春期 我青春期以後 要產生精子 是不是要組合 組合 新的細胞嗎 我的脊椎股裡面 要產生新的細胞 精子不是精神出來的嗎 不是 不是 我一些精神不是怎麼選擇 你知道 它解釋時光合理的之後 它的精神在合理的之後 它會仔細 一半的DMV 解釋在電腦 解釋分別都不需要物質嗎 它是無中生有的 不錯 我是無中生有的 因為創作無法師的 因為它是要怎麼把 一組 一整個這個階 成包它複製 其實它怎麼複製 用魔法 魔法 複製 不是啊 它不只靠酵素去複製啊 亂怎麼去複製 你要東西組合起來嗎 它其實是個酵素 它酵素 就是把DNA解開 解開的同時呢 因為我們的DNA是兩組對不對 是兩組形成一個螺旋 記得嗎 雙組螺旋 它把那雙組解開的同時呢 它的酵素會 左邊記得 右邊的結構 在左邊長出來 然後右邊會記得 左邊的結構 在右邊長出來 所以它長出 它雙組左邊長出來 軟體跟圈 它其實就像一個拉列一樣 它這個是雙組結構 它一個酵素從這邊吃進去的時候呢 它就像這個拉列把它拉開 對不對 它從這邊拉出去 從這邊拉出去 它的酵素能會記得 這邊的結構就長在這裡 這邊長出就複製出去了 這邊能會記得這邊的 它就從這邊長出去 它這個酵素同時間去複製這邊在這裡 複製這邊在這裡 這就是複製成量比較多 就複製成量的結果 那請問在酵素弄複製的時候 它從哪邊知道 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在做組合 組合嘛 對啊 這是要組合 你要產生精子是不是要組合 你要做複製嘛 對啊 OK 所以你說 它上面在哪 分析的電源結果 事實上就一樣了 對啊 可是 應該是第一次專業的時候吧 因為第二次專業的時候 只需尬 我不管它第一次專業 我想說這是整個過程 你在細胞複製的過程當中 它就需要酵素做組合 好意思嗎 酵素有兩個功能 分別一個組合 組合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但是酵素還會有什麼事情 像譬如我們那種單糖 從複製成組合的三糖 它也是一個組合的過程 它把單糖組合成 乾糖 組合它變成大細胞之後 不是大細胞 大的分子之後 它就出不去 它沒有辦法離開細胞複製 所以它是在身體裡面 形成的 基本上是細胞都可以形成 但是血液細胞沒辦法 因為像葡萄糖 不是葡萄糖 像銅血球有沒有 細胞複製 銅血球沒有細胞複製 做這個事情 它是沒有複製的嗎 它是沒有複製的嗎 它後面就打殼丟掉 因為它在減少它能量 它就是這樣 只是做很單純的 運輸氧氣的功能 所以它就不需要吸收 它有 它只有 運氧氛跟運氧氣的功能 對 是它酵素有酸好的功能嗎 酵素酸是有酸好的功能 因為它強迫它 假設陪我吃的東西 吃澱粉 我在嘴巴裡 因為我沒有勾嘴酵素 我攪了半天 它就不會分解 那事實上它是 套能酵素做了 催化的功能 加速它反應 好 這樣有問題 沒有 那其實在多糖體裡面 還有腳踏一些叫做 這是纖維素跟雞丁脂 多糖之類的部分 那什麼是雞丁脂 就是 雞丁脂是什麼東西 含有蛋的糖類所組成 含有蛋的糖類所組成 雞丁脂 雞丁脂在哪裡 發現 有啊 外骨格 外骨格 外骨格的結構 比如像蚊蟲啊 像蝦子啊 這裡面就比較有多的雞丁脂 所以雞丁脂 簡單來講 它這種外骨格的結構 是不是 是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人的結構是 裡面是碳跟鈣的出生 對不對 它的結構是這種 碳跟蛋的結構 指甲是蛋白質 指甲是蛋白質 那我發的 蛤 頭髮也是蛋白質 頭髮也是蛋白質 所以你要驗DNA 你用指甲可以驗DNA 指甲用到DNA 不行 因為它蛋白質 蛋白質不是細胞 蛋白質不是細胞 我們要驗DNA 要找細胞 那頭髮可不驗蛋白質 可以 因為它 可以在接觸皮的地方 所以頭髮要有毛囊 才可以驗到蛋白質 好 你如果頭髮是 梳頭髮梳到斷掉的 沒有毛囊的 沒有毛囊過的 是不是有蛋白質 拔斷了有 要拔出來的 對 拔出來的毛囊的蛋白質 對 加有底下的細胞 對 加有細胞 怎麼樣 你看出來 好 你知道那個像 分隊現場通常 那個分隊現場通常 那個分隊現場通常 很厲害 那每個毛都 都有毛囊 它沒有沒有沒有 它其實有時候是 檢查不出DNA 它就看了 哪有看到每一次就是 沒有每一次啊 液了頭髮 然後就弄一動 弄一動 然後欸 口水有機會查到DNA 因為口水通常都會有 口腔的細胞 它會破裂 它會跟著口腔 沒事 那個口水中 你剛好每次口腔都有 基本上口腔都有 基本上口腔都有 因為你多少都有 是細胞 會跟著 掉 跟我走 DNA 體力也有啊 皮膚也是有 皮膚名的 上面有細胞 OK 好 指直 誰講 好 指直 對 紫質 紫質就這樣喔 紫郎這樣 蠻多的啊 蠻多的樣子 紫郎到 大概300 類伏 類伏全都是喔 可是我看你的 耳機啊 耳機啊 然後現在啊 耳玩太好了就可以 紫質的特性是 不容易損 然後我們後面會講到 一個實在 算差很多 不關心 嗯 嗯 它不容易損 特性 在耳機結構上面 因為它的耳源是幾乎 不怎麼是講幾乎 幾乎完全 幾乎 心理直度 見直 然後呢 它不會有 耳機就接 嗯 嗯 有修意 因為我會一直講 嗯 不會有關人精 所以結合 所以意思是 人沒辦法辨識 好了嗎 呃 人沒辦法辨識 也不是這個意思啦 對啊 它前面講說 碳原子幾乎完全 跟性原子結合 你可以看 右手邊那個 37下面有個脂肪分子有沒有 嗯 我們看到它 上面的那三根棒棒 那就是 你看所有的碳 旁邊全部都接得清 哦 對不對 所以它 它講的是 幾乎講就是全物 值得上半物這一塊 幾乎都跟 清結合 那這部分有沒有關人機 這部分有沒有關人機 哦 看起來算沒有關人機的東西 但是下半部的部分就有 它下面是乾油 乾油的成分 嗯 嗯 嗯 這個 脂質 呃 都還 脂肪 油脂 零 脂質 類 骨醇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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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是油酸 脂肪酸 好 連接這個概念 脂肪是油酸 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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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跟因子拉 東西相較好比 還有比較豐富的話 然後就是一公克的脂肪 和一公克的上級的話 我用它是脂肪比較多囉 好 講錯了 沒有 我少講一個 裡面手彈的能量 好 二 手彈的手彈是長期 長期肺用 我們想要寵怪 謝謝 好 可不可以要進子虹啦 你要不要進子虹講的話可以啊 我沒有意見 撐不掉欸 好 你又在大佳儀 因為又在你自己 但我這樣子 好 不會啊 薛宇 你下次加強吧 好啦 這好多喔 好多你有看過 難看欸 你看過了沒有 做了重點 沒有啊 對啊 都沒有啊 大家要幫這個 好不好 不能在課堂上才來搬這個事情 課堂上幫大家陪你 這樣子浪費大家的時間啊 好喔 我跟你講 真的 到目前為什麼搬上 我知道大概有清晨的人有預期 清晨的人有預期 清晨的人有預期 人家來這邊預期過 我在家裡花了時間 我來這邊 就被你浪費我的時間 這樣不合理吧 好喔 對不對 大家都是同樣的努力 你才能夠一起做學習 你不能說 我來這邊卡大家的油 占大家的便宜 反正我大家不去學 就一直講就好嗎 喔喔 不適合這樣 你要學得好 就一定要律習好不好 OK 好 誰可以幫忙講一下子 我先用紫紅組的 紫紅組的 紫紅 你要不要起來動一動嘛 這樣照動力啊 照動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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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都要保衛生 在左邊第三個樓梯 在左邊第三個樓梯 左邊第三個樓梯 對 然後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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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挑樓梯 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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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保而見無關 只要你想一下 作业就是律型 对 什么 你需要律型 现在的作业就是 你回去要想的 第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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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测验 每一张后面都有测验 但是 赵总 其实你们每个都有做 就是我每次上了课 你们要针对每个单元 或者是针对一个单元来想 跟题目要考其他人 可是我的意思是 我光看那些 我脑袋就没有 没有除下 好 好 那你可以针对我讲的部分 我还是有讲解 不是吗 但是刚刚你睡着没有办法 所以你尽量不要睡着 好 怎么样 到这边 就 不饱和的剑越多 长链就越能飞机在一起 它是很多个长链 然后要跟它自己在一起 好 我们讲长链的话 实际上单剑实际上越容易有分支 就可以越接越长 你说 如果碳中间都是双剑 可是如果碳中间都是双剑 就会有办法再接 别的东西吗 不容易再接 你看 我们刚刚都看 把这根缺点就知道了 我中间如果把这根换成双剑 我中间换成双剑 我中间换成双剑 你看 这样子 这个就保了 一二三四就保了 对不对 就不能再接了 这个呢 我只能再接一个 你就保了 因为我这边是双剑呢 就保的 就都保了 这个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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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他说不保的就是一个 不保的剑就是双剑 就是不保的剑 为什么不保的剑 因为它这个剑 有一个 还可以在我换结 如果它不接的话 那些别的东西 这就是保的 单剑就是保的剑 欸 好奇怪喔 保的就是说 它有没有 多余的同心 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多余的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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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错了 他讲反的 有多余的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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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未保的 他刚刚讲反了 对 是 你现在如果说 因为你严格来讲 他都是剑捷完了 只有你现在跟他接那边 我跟叛接 事实上看起来也是满我们讲的八语律啦 或是满足他 外语有八语剑子 可是事实上假如我今天不跟 我现在不做双剑 我这边改成单剑的话 我这边两边都可以接多出去一个青啊 对啊 对不对 这样才是保和的 这是保和的 这是保和的 这样是保和的 他这个剑就不能再去接变合的东西 他已经保和了 双剑他 双剑很容易 双剑就是他 假设这双剑破了 他就可以再接两个金 所以他还有接青的可能性 那他破了啦 这个剑如果被打断 他就可以再接青嘛 所以他是还没有保和的 就是他没有破的状态才是保和的 不能这样讲 我们现在在定义他的时候 就是说他要接到满才叫保和 接到不能再接才叫保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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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复杂的 那懂意思吗 我现在做 我们现在拿一个简单的针子来看 我現在有兩個碳 這兩個有間結 在有間結的情況下 其他碳可以接最多的青幾個 6個 6顆 這叫做飽和 可是我如果中間變成雙劍的時候 我可以接幾個青 4個沒有飽和 4個就沒有飽和 所以油脂和脂肪的界點通常都是雙劍 通常都是單劍 通常都是單劍 所以它才會飽和 飽和的脂肪酸都是單劍 對 所以它通常是固態 我剛剛講錯了 假設我們現在用的 譬如像說不飽和脂肪酸 或是我們講這個叫反式脂肪酸 比較不飽和的話 我們比較不喜歡吃 因為你吃了它之後 它在你的身體 它會對你的清反應 它容易把你的清給脫走 所以它會 會吃掉 對 它會容易跟你身體做反應 它這種比較 就會 有人說 對 像得來症之類的 我講錯了 是地 那種 油脂應該通常是雙劍吧 油脂 因為它是液態 你看嘛 你看嘛 保不保和沒有關係 可是應該有關係吧 然後雙劍的單劍應該會影響 它有點影響 對 會有點影響 你看在三重甘油脂 這是最簡單的脂肪的分子 它基本上都是單劍 看到沒有 有 那基本上是單劍 因為每個看旁邊都可以接兩個清 它一定是單劍 它只要中間有一個雙劍用掉 它就不能再接清了 對吧 所以這是基本的架構 我們看到的脂肪分子 就是一個單劍的結構 但是有時候它有雙劍的結構 所以只要有雙劍的結構 它在這邊講說 不保和劍越多 這些長劍就越難堆積在一起 因為它就很難變成一個長劍嘛 因為它中間比較有雙劍用掉了 沒有吧 是應該有很難 很難有很多長劍分子 對 也是很難 雙劍分子沒有辦法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不保和劍的越多的時候呢 它就會降低什麼 它說嬰兒降低其隆點 降低其隆點的意思是什麼 對 降低其隆點的意思是什麼 常態下是義胎還是富泰 這樣 義胎 就是義胎 就是義胎 所以我們不要看到義胎油脂的話 通常就是裡面有雙劍 有雙劍的東西 它裡面就有義胎 就是有飽和 它就會變成義胎 OK 好 它就變成義胎這樣 好 那你們看到一些 動物性脂肪中間的碳幾乎都是三件 就是飽和的形式 對 可以連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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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動物性油脂倒不都是固碳的 像豬油這些奶油都是固碳的 然後它是屬於 或飽和性脂肪 所以有時候 像炸 油炸物的東西 通常比較適合用這種 所以動物性脂肪來炸 就是像牛油啊 豬油啊 它是比較穩定的 好 那是比較穩定的 好 所以什麼叫你脂肪呢 好 你脂肪嗎 菇哥 你脂肪呢 你脂肪嗎 這裡啊 對 它是什麼 不是這個嗎 不知道 這個 所以我跟普通油酸油的感覺是不行 所以我看不太懂,它說的差異 我們先看一下甘油,甘油的成分是什麼 簡單來講,甘油是長這樣子的 這邊是OH 甘油是什麼? 甘油是丙唇 這是丙唇 是 這是丙唇,丙唇就是甘油 甘油這邊擺得直接輕 那脂肪酸就是不常根的 一根,你看這邊有三根對不對 你看其中一根,任何的其中一根 就是一個脂肪酸根 脂肪酸根 因為它要把後面的東西拿掉 它是脂肪酸的頭 好,那你把那個脂肪酸的頭拿掉之後 就跟這個換掉 在這邊接一個脂肪出去 所以我接三個之後呢 這叫三酸甘油脂 因為這中間是個甘油 三酸甘油脂 這是典型的脂肪結構 但這個脂肪呢 可以很長的脂肪或很短的脂肪 沒有關係,它都是脂肪酸 脂肪酸接到甘油,叫三酸甘油脂 現在呢,其中一個 這個脂肪酸不見了 它換成什麼? 換成什麼? 在講磷酸脂的時候 它換成磷酸根 換成磷酸,對不對 它換一個 第三個,接一個磷酸根 磷酸根怎麼寫呢? 所以它在這邊 接一個磷酸根 再接一個磷酸根 所以那 feel like 喔喔... 喔喔喔喔 這磷酸根 它接的方式就在下面 你看 tava這一個 例子結構 它這個化法就在這裡 就是磷酸根 它N就是磷酸脂 D就是磷酸脂 磷酸脂就是我們講的 D有種 Navus 例如像這個 類似軟磷子的結構 磷子磷子 磷子磷子這些東西 它就變成說 它可以有一部分清水 有一部分清油 所以塑水是清油 對 塑水是清油 這一塊是清油肌 磷子磷子磷子 所以磷子磷子 磷子磷子磷子 對對對 它就是界面磷子磷子 所以磷子磷子 對 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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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子磷子 拜託 下次要記得 先預先一下 好 回了 謝謝 下次內部醇 換第一組獎吧 謝謝 第二組獎蛋白質 哈囉 同學 這一組第一組獎 蛋白質超多 蛋白質第二組 第三組獎核酸 對 磷子磷子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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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過